接下来我们的生活消息的最新讯息 为了要满足夜归妇女的安全需求 大都会车队首创由300位妇女驾驶所组成的继承车队 让民众可以叫车的时候指定女司机来服务 但是也怕女司机反而成为改途的目标 因此他们的车上都设有求救按钮 高举右手发誓这一排计程车旁边 全站着平常少见的计程车女驾驶 平均年龄30到40岁的她们都将成为夜归妇女的守护天使 你好 请问到哪里 都说每次到你们女孩子的车子很高兴 女孩子比较信心啊 态度亲切可人 女运匠比男运匠给人更大的安全感 但相对的 她们也容易成为歹徒事与的目标 骚扰啦 怎么样 带你去哪里啊 怎么样 穿柯怎么样啊 这样给你努 这样洗脑 就这样可以啊 电话都在这里 电话会放这里 车上的SOS系统可以提供 司机在遇到一些紧急状况的时候 来跟中心求救 那我们会判断这个是屋外还是实际状况 如果是实际状况的话呢 在三分钟以内 马上通知附近的警方以及空车前往支援 保障这个驾驶的安全 据业者统计来电轿车的顾客当中 有5%会指名女司机 而且比例还在逐渐上升 未来台北卫星和半雅卫星 也将计划成立女性车队 希望来抢攻这块市场大饼 明镜新闻成品张军伟可以报道 只要发挥创意和团队精神 小巷也能够绑倒大鲸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